郭碧婷2019年和向左幸福完婚 没想到她才在上个月为向家增添一名男抱抱 人倒还在坐月子向左就被拍到疑似婚内出轨 带着美女回两人婚房嫌起热议 消息曝光后向太率先跳出来指该女只是工作伙伴 怒哄狗仔乱讲甚至还发威胁文说黑化的摩羯很可怕 被网友笑说可以跟张兰组团叫立婉狂兰的婆婆 让整个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还烟烧到郭碧婷爸爸那 郭爸爸日前在微博分享吃冰照写下吃冰消消火器 却被网友解读成是在暗指女婿婚内出轨 甚至还有人留言支持郭碧婷她指的更好的 说有的婚姻是催命服不如不要 更有人叹入豪门其实是活受罪 句句都把向左扁成出轨渣男的评论 也调出郭爸出来护行女婿 说这你可别乱说人家把媳妇照顾好好的 一点也没亏待事实就是事实 至于向左被媲美陪在妻子身边 郭爸也缓假你们看到表面 不是不来是过不来 但网友依旧不买单 让郭爸24日气到晴空微博 而四发至今向左本人持续生硬 网友都超级不满直提向左是个软蛋 躲在老娘的庇护下不发声算什么男人 有这种老公真的是哭哭欸